所以剛剛Splitter Splitter其實這邊還是需要什麼 預先先把什麼 把那個G1要先變出來 如果那個G1沒有變出來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做後續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G1的這個部分 如果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們再增加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幫我把它下載到G1 然後呢 最好是什麼 你可以自動幫我把它跨欄自動放到這裡面來 但這個不做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做了會感覺會更完整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一樣我先秀一下 寫完的 第一個的話產生一個Sup 這個Sup叫下載Json 那裡面的程式從哪邊來的呢 其實跟各位講 很顯你就拿那個之前下載CSV來用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Wiz到Wiz 這一串有沒有 其實基本上 就是直接拿CSV的來用就OK了 那差別是說 把原來那個CSV裡面的那一行程式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現在在那個行政院官網的那個網址 就是一個網址 把這個網址複製貼上去啦 因為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OK 那我就把它當文字檔把它下載下來而已 就這樣而已 OK 那只是說會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喔 它的編碼方式 我看這邊好像沒有辦法看到編碼方式 它裡面編碼方式 我們沒辦法從那個原始碼裡面看到 那所以呢 我就試了一下 像這個還有Distination這邊改一下 改成G1 OK 那G1之後的話 另外的話還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那個Texter的File的Pattern Form OK 這個Pattern Form本來是950 對不對 可是950是BigFile的編碼方式 我發現下載下來之後 亂碼 那所以呢 如果 其實Pattern Form後面 你大概 大概記兩個 大概就夠了 我發現喔 不是950 就是65001 601什麼呢 6501實際上就是那個 UTF8 OK 所以啊 如果你是這個亂碼 你換另外一個應該就會正常了 反正就二選一嘛 試的就知道了 OK 理論上目前很少有第三種 所以我說始作俑者就微軟嘛 微軟就是跟人家又不一樣嘛 反正你們都UTF8 你們加了4 反正我最大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我試占率我超過8成 Windows Office我好像也是超過8成以上 反正我這麼大 那到底是你應該要跟我 還是我跟你 對不對 OK 所以變成 當然不管 因為這個資料也許 行政院官網上面是UTF8 那我把它改一下 65001 OK 然後就把它下載下來了 可是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假如說 把它下載給各位看一下 OK 比如說 我就開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下載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是950 它會亂碼 我把它改成65001 然後rephrase 下載下來了 65001 要不就950 要不65001 這個就代表 6501指的是UTF8 OK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資料就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今天我需要什麼 我希望幫我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幫我做跨欄至終 像我剛剛不是跨欄至終 對不對 其實當然這個可做可不做 如果做的會更好 所以喔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希望跨欄至終的話 在那個Range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讓它跨欄至終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Range 哪個範圍 跟它講說 我從區換 幫我跨欄至終到哪裡 到Z好了 Z的20 列出我到20列好了 這個範圍呢 幫我做什麼呢 這個功能 常用裡面有一個什麼 跨欄至終 其實就合併儲存格 那其實你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後面加一個點什麼 在跨欄至終就是 對應的方法叫什麼 叫Making OK 這個 Make 然後呢 把它Murge OK 把它Murge 在一起 意思是說 幫我合併的意思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個地方 把它Murge 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呢 就全部呢 從區到Z 它就自動幫你 可是問題是怎麼樣 還有一個問題 它沒有折行 如果沒有折行 一般我們是會按右鍵儲存格裡面 讓它做什麼 對齊方式裡面有個叫自動換行 有沒有 它可以自動換行 但如果說你用VBA程式來寫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 特別是你可以 下一行 就這個 一樣這個物件 這個範圍 或者其實你只區換應該也可以 點什麼呢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叫 我記得好像叫 Rap Test 有沒有 Rap Test 就是什麼 就是幫我自動換行 所以你這邊的話 Rap Test 然後呢 等於什麼 記得要等於True 等於True的話就打勾 等於False就不打勾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再增加一個這個 就OK了 有沒有 那再來當然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後面的部分 在剛剛 剛剛的這個 JsonSprice O的話 你就再執行一下 它就全部就OK了 當然你以後啦 你甚至可以怎麼樣 下載這個 剛才直接下載到 它一定要放在某一個 所以這個方法 變成說它一定要下載到某一個儲存格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丟到很遠的地方 不要讓人家知道就OK了 有沒有 甚至底下這兩行不做也沒關係啦 然後只要有那個資料 你就再把那個資料做切 然後再把那個Range裡面都會刪掉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操作 至少你那個下載Json的這個部分 就不會有問題了 可以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剛剛的程式部分的話 大概就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當成參考 如果你假設未來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可以用剛剛我講的方法 所以你要下載Json 這個也是後來我想到 因為我之前也想說這很麻煩 之前怎麼樣把它下載 後來發現我試了一下 我想說用CSV的東西來把它下載 發現居然就下載下來了 所以這個也是踹出來的 你想說這邊哪邊哪邊 沒有啦 只是說把前面的方法都在一起 那只是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亂碼 把那個亂碼部分改一下 這個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下載這個Json 然後頂多多學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Morgan 就是把它做跨欄至終 然後再一個是RapTest 就是讓它RapTest等於True 讓它可以自動換行 好